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下一部疑似仍是电影 粉丝喊话让他去演电视剧 是为他着想 王一博自从热烈杀青之后已经许久没有进组了 虽说中间有着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录制 但他的下一个资源一直没有官宣 网络上对此也众说纷纭 从王一博的规划来看 他似乎是铁定了想要好好在电影圈扎稳脚跟 毕竟从风气洛阳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演过电视剧了 《无名》、《长空之王》、《热烈》都是电影 而且合作的皆是大咖 而根据网传王一博的下一个资源依旧就是一部电影 并且担任的是一名反派老师 如果这个传言为真 那么最近王一博的身材管理 就应该是为了能够好好地塑造这个角色 此前为了拍摄电影 王一博一直在为角色做着身材的改变 不停地增肌剪肌增肌剪肌 每一次他一出现 都会有黑字跳脚 说他长胖了 实际那是为了角色做的增肌训练 只不过王一博那过于水肿的体质 使得浑身是肌肉 可怜却还是有着婴儿肥 乃彪看起来真的很显右太 而最近几次王一博营业时出现 身材都是偏显雷弱的 直接让网友们梦回2019年 王一博的爱斗时期 王一博颜值的回声 也让这群黑子们闭了嘴 毕竟在身材方面 他们已经无甚可黑 唯一还能被他们挂在嘴边的 就是王一博 至今都没有进新组了 虽然对于粉丝们来说 王一博才刚刚结束工作 可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来休息 这就是街舞 第五季的总决赛也消耗掉了他相当大的精力 在王一博的宣发博发出来的纪录片中 大家也能看到他是如何在短时间内进行 舞蹈学习的 别人吃饭休息的时间 王一博作为顶流 依然在镜子前练习着 虽然粉丝们并不会对王一博的职业生涯 有着任何的指手画脚 一向都是他做什么大家都支持 毕竟粉丝们对于娱乐圈而言都是业余的 肯定是没有他们身处内余的专业人士来得了解 王一博自己也决断 他不是一个轻易可以为外人左右的人 可操着那份老母亲的心 粉丝们还是想劝一劝王一博 真的可以考虑回到电视剧圈 不是粉丝们唱衰他 而是如今的内余电影环境真的不太理想 电影与电视剧 对于圈内人而言是等级的区别 电影咖永远高于电视剧咖 可对于观众们而言 电视剧是可以使用电视手机观看的 可电影是要跑到电影院去看的 如今的疫情那是相当不稳定 费尽心力拍好的电影 迟迟找不到合适的档期 就算找到了 也会因此而延期 就算可以如期上映 那么国内也一定会有一个城市 不那么方便去电影院观看 那是相当影响票房了 即使王一博已经用《长空之王》 但两天预售证明了自己的票房号召力 可电影是真的难上映啊 这对于想要迫切看到王一博作品的 粉丝们来说还是蛮煎熬的 在王一博没有作品播出的这一段时间里 路人真的很容易被黑子们带节奏 因为他的作品真的难播 倒不如电影 电视剧两手抓 好歹电视剧的播出不受地点的限制 紧提建议 不去强调 粉丝们是真的为他着想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